一个基本的效果 那我们做完之后 当然下拉清单就OK 可是会有个问题 就刚刚同学每次会问说 如果我下一次增加两个好了 五跟六好了 比如我这两个 反正就用一样的 那你会发现呢 这边呢 它当然下拉清单 刚刚用固定了 所以不行 理论上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 我们如果定义名称的话 是要整栏 我刚刚讲过了 所以你可以从选举范围 建立顶端列 打个勾案确定 但是问题来了 特别就是确定 它以前有个旧的 把它盖过就好 那你再切过来之后 下拉清单 是会增加 可是会有个问题 底下会有这么多空白 那主要原因是 就是因为底下这边 本来有做了 有放过东西 而且你会发现 这里面已经有藏一些东西了 所以你要怎么办 我试过了 其实把它删掉 应该理论上是可以的 可是问题删掉 好像它已经 曾经放过东西 它就会一直以为 它有东西了 所以你即便把它删掉 你切过来看 你会发现 那个空白还在 所以后来我试过 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 你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把这些资料 把它复制之后 就把它贴上 而且贴上 还要贴上什么 就是右键 贴上的话只有值 或者你用什么 用选择性贴上吧 我是按右键 这边有个选择性贴上 123这个 只有值 只有值的意思是说 我用最干净的东西贴 没有别的东西 OK 然后我们再试一次 就是将来可以把这个改掉 科目编号 如果我再做一次 证栏选取 OK 从选取发来建立 顶端列按个确定 一样盖过去 我看一下 不过怎么两个 对 把这删掉一下 如果没办法重复 然后再选一次 从选取发来 顶端列 确定 那因为呢 底下空白 不过 因为它底下 它的东西是干净的 没有东西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还有旧的 其实应该是已经 如果这边改过的话 它应该是OK的 应该是这个 应该按钮变小了 理论上呢 应该就可以自动帮我抓到底下了 不过理论 不过理论 还是它记得一些东西吗 它有一些不好的意思 理论上 这个应该是 里面也没有东西 整栏选取 这个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OK 因为我试了很多次 应该是OK 我看里面有没有别的东西 只是 对啊 这样应该OK 还是说 大概知道一下 细节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部分也这样 我们选取范围 VILLE函数将来也是一样 所以 刚刚是选 A B C D 四栏 然后选的时候 可能就 向下再向下吧 整个选起来 这样以后 如果你有多东西的话 那我们名称管理员里面 有没有 就是 刚刚是定义一个叫什么 叫客户表 对 那这个时候呢 你选 如果说你希望 如果向下 增加 列的话 也能够跟着走的话 这个 可能客户表 也要再更新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把那个客户表 再更新一下 这样的话 将来呢 除了说下拉清单 更新之外的话 这边也可以 把它做更新 客户表 OK 大概是这样 等下再看一下 哪边 试过是OK 然后 这边客户表 就有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 底下还有那个 下拉清单的部分 就是商品编号 那商品编号 一样的道理 我们一样怎么样 把这个 不过一样 这底下的东西 它已经有多一些东西 所以我选的时候 重新去范围 建立顶端列 第二个的话呢 在这边呢 把它建一个 所谓的商品 叫商品表 好了 的一个名称 Ctrl C 然后呢 再把它 选这个范围 不包括栏汇名称 上面的部分的话 做一个商品表 OK 这样的话呢 我就也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因为我希望能够这个范围里面 只要呢 使用着选取 它就可以下拉清单出现的话 一样到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把它改成清单 一样按F3 去找到刚刚的那个商品编号 OK 按个确定 下拉清单就出现了 那一样嘛 当我选这个的时候呢 它能够帮我查 查什么呢 查这个商品表里面的 这一栏跟这一栏出来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做法跟刚刚这个上面是一样的 甚至可以把这个拿来 复制贴上应该也OK 稍微改一下应该也OK 那我们第一个 逻辑一样 所以我大概就 第二个商品表有了 所以呢 我直接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刚刚的公司贴上 那把这个对到到这一个 如果它不等于空的 那如果它是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不然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去根据它 去帮我查什么呢 查的是F5 把它delete掉 帮我查商品表 这第二栏 完全比对 打个勾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呢 前面做过的 可以拿来复制 贴上 没有错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再复制 公式 单价因为只有差一个地方 哪里呢 这里 有没有 本来是第二栏嘛 商品表的第二栏是 品名嘛 那我把它改第三 就单价 打个勾 OK 这样的话就 那它这边的话 向下拉 自动带 但如果向下拉 没有的话 记得哦 你要怎么样 再把它往下拉 再把它往下拉 不然的话呢 它其他公式 不会出现 应该可以看得懂了 那序号的话呢 我们希望 如果选了这个 它出现01 02 03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如果要自动出现 你可以用什么呢 插入函数里面呢 解释与参照 里面的什么 自动产生 肉 有没有 因为呢 去反查 它现在在哪一列 它现在在第七列 所以我把它 减掉多少呢 减掉六 打个勾 这个时候 那你向下填满呢 它会自动出现 是没错 可是呢 我希望 它跟它是联动的 所以一样嘛 你就是 这个之前呢 第二个是我如果 希望呢 它是两码 比如说是01 02 03的话 那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把这个 肉减掉六 插入到一个文字函数 我还记得吧 格式化的那个函数 test 把刚刚的肉减六贴上 格式的话呢 记得哦 两码 还记得吗 00 但是要记得哦 因为它是format test 前后请你务必要加什么 双一号 如果没有加 就会出错哦 OK 这个因为前面讲过 然后向下填满 当然它会效果出现 不过底下不应该出现 却出现 怎么办 一样的道理 把它什么 剪下来 放到那个if 最近使用过了 if的 如果它等于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等于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我也没有出现 反之才出现 所以这个逻辑都一模一样 它现在蛮好 记得哦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放开 OK 所以我这边点一下 再一个 自动带出 那数量的话呢 看你要不要 像我之前这样 反正这范围 如果最多只能输入 输入五个的话 那我就怎么做 最多五个哦 那我就不做清单 我就直接到资料验证 资料的资料验证里面 直接在这边变成清单 然后呢 输入1 逗点 2 这样 看你要几个 这样是只有五个 OK 最多你能只能买五个 可能有一个限制 你会发现 1234 那用这个好处是 这个方式呢 是不需要资料来源 也就是直接写固定在这里的 但是缺点是它固定的哦 它以后就不能变更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这个资料是希望固定的话 那你就直接填这里就可以了 不需要说 我还要弄个清单 然后再建一个名称 然后再F3 不用了 直接就填在这里就好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直接下拉 就选 那我希望呢 选了这个之后 它这边能够把这两个相成 数量乘以单价 才是它的小计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就等于什么 等于单价乘上数量 OK 打个勾 但是还是一样的问题 向下拉 它会出现 所以怎么办呢 一样把这边剪下来 做一个逻辑判断 一付什么呢 当然如果 没有数量的话 应该就不能出现 所以呢 如果它是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才是计算结果 就按确定 一样向下拉 这样的话呢 我们试一下 三个 有了 不过最怕就是使用者 这边来 这边一定会出错了 有没有 但这个是不在逻辑范围 那是因为使用者的问题 这也永远没有想完 所以你一定要照着这个逻辑 先选白色区域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白的 只能点白的 但是呢 最后做完之后呢 问题来了 我希望能够在销货名系这边 自动帮我把资料填到这边 然后呢 把单号呢 自动帮我再加一 然后呢 再换一个 一样 就是空白 然后可以让它继续填 也就电话来了 接一下电话 你跟我讲 讲完就按新增到那边去 好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 刚刚主要是 那个 商品编号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